姐妹俩很快融入到了艺术团这个大家庭 杨春变得越来越开朗 她也开始憧憬起了爱情 就是一年一年都大了嘛 人家都谈对象 这张人都谈对象要啥的 肯定也有一点想法要啥 201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杨春在网上结识了现在的账户 丈夫魏晓峰 面对女儿的选择 起初母亲陆国芳心里还是心有顾虑 两个饱受异样眼光的人终于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的幸福 2014年10月 两人在小峰的老家举行了婚礼 因为我们这种人结婚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整条镇子上 或者在这个私立或者区里面就很少的嘛 然后庄里面人也喜气嘛 然后都给我们也帮忙的 或者也挺认斗的 婚礼的过程也挺好的 他们家也就尽他们的权利 帮我办了 这次婚礼我也觉得挺具足的 挺高兴的 តបណបើលាតតលតាបូតាត៍ជនះចលកាាលនះររះចនរសះរលលរាគាចាបាើបងងាលយានាសានារាងរូាាអាាលរជលងះលលាបានូ ើាលលបូងាាលងលបល កាូានលាល